來到西林五滴的對話和座談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姓程 叫程孟坎 我是來串場我感謝的掌聲 我在和服農學市集 我今天最歡迎的角色其實只是個串場 我今天很簡單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流程 今天流程有三個部分 簡單來講 兩點到三點 三點到四點 四點到四點 拍共三個部分 三點到四點是一個對話 由這三位的與談人做一個對話 三點到四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由三位與談人做個對話 兩點到三點是第一個部分 是與談人每一個人有十分鐘 目的是讓各位認識這些雨談人的背景 所以在對話的時候 您會知道他們在分享的時候 這個背景是從何而來 第三個部分就是四點到四點半的時候 是有一段所謂的問題與回憶 一本雷的時間 我們會在四點半準時的段落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心靈土地的對話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待會兒我們會有機會認識這三位 我們今天這三位其實是來自於有火想法師 出家中 來自於華木山 來自於華木山 不錯 有HR 是來自於泰國 那這次是一位 非常先生 其實來台灣已經來了七次 每一次大概都來四個禮拜 而且如果講全台走透透的話 在座的各位能比得上他的 絕對沒有幾位 七次裡面大概全台走透透 只要走了五六次以上 而且每一次說不定還繞兩圈 繞三圈 都在台灣做 有關於應該說是 一個低投入的農業的推廣 主要當然是針對 稻米的部分 或許待會兒都會認識一下 天下先生 那另外一位是 阿遠肥皂長阿遠先生 我想我這裡不專門針對介紹他們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有 簡短的時間 讓他們來做自我介紹 那我想今天 這樣子一個心靈土地的 一個對話對談會 最重要的目的其實是 希望由這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三位是來自於 非常不同的領域 我想法師來自於 我想是在一個 心靈領域 在那最多的時間 那阿遠先生是來自於 應該說在這個在家當中 那 葉曉先生其實 葉曉先生本身 因為我認識他好多年了 也去過泰國 我也很認識他 他也是個修行人 那在這樣子的組合當中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潛力 這樣的對話 有關於心靈跟土地的對話 那我們希望今天 透過這樣的對話 能夠帶給各位 一種我想 心靈的價值 跟土地的價值 那我想我以一個 主持人跟影韓人的部分 我覺得是我的榮幸 那這裡面我也要謝謝 瑞芳 那今天其實也是阿遠先生 一口答應辦理這樣子的一個 心靈與土地的一個對話 要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呢 會安排的方式是這樣子 因為 瑞芳先生 當然 不會講國語 也不會聽國語 所以 在語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 Lora Lora是今天的翻譯 謝謝你Lora 謝謝 謝謝 今天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員 來協助今天 那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們就 謝謝他們的 辛苦工作 謝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待會兒呢 因為 Lora會做的是 即時翻 從中文翻譯英文 給Data先生聽 那所以呢 我自己翻譯的經驗是 通常我會請 今天的語談人主角 當講一個段落的時候 所謂一個段落 可能三句話 可能是五句話 會稍微的 讓 那個有一點像是一個 一個 Cue說 Lora你可以翻譯 因為 因為如果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其實有時候太曉得 那個段落在哪裡 所以如果 那等於其實 不是在等他翻譯 是一個Cue 所以今天 可能對於已經 各位 可能會覺得 怎麼講一段話會休息一下 也不是那個休息 只讓各位理解到 我們希望有一個 非常多樣 以及非常這樣的組合 所以 我們也可能 因為這樣的組合 我們要做一點點 一點點的這樣子的 挑釋 跟吸引 跟各位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 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第一位 想請 Dasha先生 來分享 好 Dasha先生請 Please 對 他都真的 覺得自己覺得很不好的意思 他是有半個中國人的虛操 可是我不會講中文 因为我的英文不够好,所以只好请翻译帮忙。 我们有两个时间,所以我介绍了自己,我带在中国的家庭在泰国。 我们是个有钱人,我的家庭是很有钱。 也拥有很多的土地。 我们会很有钱是因为我们很多店楼和我们租地。 我是虚母新业的,然后帮政府机关做事做了四年。 所以我做了四年以后,我就辞职,然后回到家里的农场。 然后在家里农场工作了十年。 我很大的改变是因为我母亲往生了。 我母亲往生以后,我就出家。我出家了,短期出家。 因为在泰国,我相信我的短期出家可以送我妈妈往西天走。 对不对。 我非常爱我母亲,所以我拥有最好的祖宫和最好的祖宫。 所以他曾祖宫和最好的祖宫。 所以他曾祖宫和祖宫四个月。 所以在那时,我从来没有生活这样子,因为我只吃了一天。 一天。 一天。 因为祖宫,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过日子。 因为祖宫一天只能吃一餐,从来没有过。 睡的是硬的地板,而且枕头是木头的。 整天都必须是符合,等于是祖宫种的每天一整天都要静坐。 四个月的出家,那么我对人生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因为当我参加了母亲,我当我参加了母亲,我当我参加了母亲。 当他这四个月出家的时候,他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 他知道,即使以前还有钱的时候,他不快乐,可是在那四个月没有钱,吃得很少,确实很快乐。 但是我不能一直出家,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有家庭。 但是我不能一直出家,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有家庭。 但是我的上师跟我说,你不需要一定要出家,才可以休息。 他说,其实在家好好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他说,其实什么叫在家可以休息,什么叫好好工作,也是休息。 就是第一,不要伤害自己。第二,不要伤害他人的工作。 第三,当然是帮助自己。第三,当然是帮助自己。 第四又立他,立即又立他。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高兴, 少认识,少认怒,少认怒,少认怒。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要快乐,就是不要贪,不要撑,就是不要乱生气。 然后不要迷,看政治嘛。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的内容,让你减少你的贪念。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的工作的内容,让你减少你的贪念。 那不容易有这些这么多的情绪,以及没有很多的所谓的不懂无名的部分。 那就是修行的。 从那时到现在,31年,我工作为農民。 因为我赔回了我的钱,因为他们赔了很多钱,我必须赔回到農民。 所以,短期出家之后,我决定改变我的工作。 我开始为我们家的农民,开始付出给他们。 因为他们工作给我们这些收入,那我开始想办法回馈他们。 三十一年,对不起,已经三十一年了。 所以,我们把农民基金提供提供的技术, 然后提供他们的技术,提供他们的收入。 然后保护这个生态。 Roberto 。 我相信,那所有的農民,我并不知道,是从无人家。 或是从母和世出。 我是从其中的農民,或是从母和世出。 我今天拥有的不管是智慧,或是我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来自于大自然,也来自于这个道明,也来自于这个整个的大自然的内容 事实上,我教给这些拥有的其实是这个你道理之神,你之神教我的 我只是把道理之神教我的东西,我再教这些农友 所以我来到台湾,因为我的目的目标不是只有台湾的農民,而是全世界的農民 所以我会来台湾,其实是想要说,其实我的使命不是只帮助泰国的农友,而是只要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来到了台湾,希望我的经验对台湾的农友也能够帮助 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我第一个给各位的建议是,别相信,别相信我说的那句话 他说,请你自己去亲自的证明之后再相信,不要说我说了就相信,你自己去亲自证明,亲自做过后再相信 谢谢 他说就找到这里,谢谢 我想各位大列了解一下,雷霞先生的背景 就是他从事农业,推广农业31年了 那这31年当中,藉由米之神基金会发展了一点串的农业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陈瑞芳、陈小姐又准备一些有关于雷霞先生、米之神 在台湾推广的一些内容跟记录,或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今天主办当中,或是跟雷霞、陈小姐这边联络 各位非常乐意的提供给各位,这就是雷霞先生 会在台湾的这样的因缘 那接着我们就想要请国家法师 市区上是,对不起,年纪大了 市区上是阿隆先生 也是,请阿隆先生聊一聊 就是让大家认识他 请 好,法师,还有陈老师 那,各位台上的朋友,大家有安 我刚刚想要站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午又坐下来 但我还是先站起来给大家一下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一天到晚,喝茶喝咖啡,会活到自己 那出门呢,我很容易踩到多大点 那,我的车子开不到两点 一台车子有四颗轮胎 我已经换了七颗轮胎 就是,我很容易找到钉子 我连车子放在路边 莫名其妙都会被别人帮我操撞 所以我能够,我到今天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对很多东西是非常迷路的 当然,包括走路撞电线杆 还有我身上有很多包 我只要一上山,一到奴地 就有很多文字会要我 但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还是能够平安地活到现在 或许这个当中 好,有一个提醒 要提醒什么呢? 就是提醒,也许我们身上最弱的弱点 它就会是你了 最可以去发挥的长处 后来我知道 因为我的初心大意 我很适合来自我自由行政的事情 那刚刚BHR学生 有人介绍了他的背景 他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我很喜欢的 他说,他是一个佛教徒 那我也以为,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 其实我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但我也是一个佛教徒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有一个重要的核心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自己 我的实践 也观察了 这十年来 台湾有一波龟龙运动 回龟的龟 有一波龟龙运动 在我们生活的周边在发生 这一波龟龙运动 跟1960年代开始 我们的政府学习美国 大量的把农业工业化 有效的采出 是两个非常非常冲突的活动 可是这一波龟龙运动 我所看到的是 有很多在知识学习 以及在心灵追求的上面 我们会发现 工业、资本、收获 已经不能满足 我们内在里面的某一种空虚 或者很基本的 我们共同身体的一个健康需求 所以龟龙运动 它只是代表着 也潜在某一种危险性 台湾或者全球 农业发展的反叛 这个反叛所带给我自己看到的 台湾很可贵的一点是 以前的人 多半是为了收入 农作去做农 可是新一代龟龙的人 他是为了实践某一种地球 更大的价值 以及心里更向往的一个追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完全全全看到 像我还有其他想龟龙的人 其实我们渴望找到的是 就是你心里面一个 我需要经常好的对话 那就叫做平安 平安是什么 我在这边就先分享过阿源农场的一些经验给大家说 当我们在南北山国家公园 开始根源农场的时候 我们遭遇到的 非农夫等人 所遭遇到的 完全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 原谅不良 欠收 并从爱 如果我以前就是从事农业的人 我一定会在农业感良场 在既有的农业知识里面 去丰富我的土壤 去对抗我们发生的病房案 但正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农业的经验 所以我们没有关系农业的包袱 阿源一下子就跳进到自然荣法里面 与天地对花的自然处理 与一切的方法 这个方法意外地让阿源成为 是由金融法里面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没有包袱 我们完全可以照前辈跟老师的指示 自己做堆肥 因为堆肥的失望 并没有使我们的农作物更好 于是我们又很勇敢地 就去接触了KTF农房 我们就开始养菌 试着让菌来影响我的肥料 所以我能够跟大家讲 那个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叫做奇迹 我们开发了七年的农场 每一年欠收 每一年欠收 却在我们开始进行堆肥和文生无菌的释放之后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在座很多人的经历 可以一起来相应一下 是不正的一回事 我们的病种案 降低了60% 我们阿里种的药草 居然在一年的时间 比居民同龄的产食多增加了40% 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跟感动 我才决定 我们应该在有机会 或者有舞台的情况之下 不要再去推广 已经有这么多人 归农在座的土地上的事情 阿里应该要率先 把我对于另外一种生命体 也就是微生物 另外一种生命体 也就是储鱼跟堆肥 它能够在土地上产生的改变 分享给大家 再等一下我们会有互动的QA时间 跟各自表述的时间 我会多一点点的表述 有关自然 友情 土地分离 或者是所谓的 把我们的友善重识 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那我前面这十分钟的介绍 我会停留在这一句话的结束 因为今天阿里的出现 代表着过去 我们是因为消费 而需要生产的因果关系 到今天一定要被推翻 因为阿里在做的 正是反过来的 我们是因为这个方式的生产 才建议出了我们的消费价值 所以今天阿里可以在土地上成功 可以在土地的地上互上获利 那我参与今天的讲座 我想前面的介绍 我就用一个感谢 来谢谢过去我所做的事情 因为土地对我们有很大的包容 所以当我们愿意用新的方法 友善的方法 土地是会原谅我们的 他会像母亲一样 给我们当时 给我们不断的按和资料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在这一个对谈之前 几位的云台人都有会前会 甚至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们都有做下来对话 那在这对话当中 阿元先生一直非常地客气 他说其实 他跟农业的关系 是从一个农外汉 像1.1.2 一直都是农业最大最大的受益者 也抱着这样的有趣的心情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 所以接着我们就接着请火翔法师 来跟我们 那我们认识你们 那我们认识你们 那请火翔法师 主持人 阿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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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阿元 阿元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不过在对于农地的关怀 用性这个区块 我以各位来说 我应该是一个完备 因为在座人 在台上的几位 他们已经在这里 地域分离了很久 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 或至少十几年 而我是一个后期的人 这个可能也因为 我是个出家人有关 我是在法虎山出家的人 那大家可能知道 法虎山是一个蛮严谨的生活 那法虎山一直也没有在座 我愿会往农坊 那怎么可能 我是深重 而自己 又能走另外一路去 这个不容易 可能就是佛福山的安排吧 这个关系农地的事 是佛福山要我去做 那也可能就是 炫炎师傅 他的一个遗愿没有了结 所以我们后面的人 必须要继续做 圣炎师傅在生的时候 看起来 以上四种环保 心灵环保 生活环保 乙仪环保 跟自然环保 可是自然环保 琢磨还不太多 我知道他非常用心 想要在农地做一个事 那我自己正好 就是常常有机会 在虚估身边的人 那后来会走上 关系农坊 这条路也是因为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 是农人的女儿 从小 对农地有很深的感情 也看到农地的状况 那我们身边也常常有很多 小小豆腐啊 小花草 腰草 可是 后来呢 我在看到农地的时候 我看这些东西很难找到 而且 现在即使蔬果 倒是堆积如山 可是味道不对啊 不是小时候吃的味道啊 有时候还知道 好像农坡外的 那农药味啊什么的 哈哈哈哈 我继续讲了 在小时候看了这个青蛙 我认为它很重要 但是现在我找不到 为什么 请看下一张 因为 旁边那个是稻田 左左 左边中间那个是稻田 那这个是菜人 那他们旁边很多地 现在农人蛮奇怪的 他们只要他种的东西 其他都不要 全部给他杀掉 那我的青蛙要走到哪里去啊 然后就找不到青蛙人 觉得很可惜啊 很可怜 很可怜 再往下 欸 到处都是推进入到很美 很漂亮的生活 也就是说 我的管理员 我要送到一点水果 他说我们家很多 你不要送 可是 是没有味道 吃来吃是一个 我刚才吃什么 好再往下看一下 我有机会买到一些很丑 很丑的水果 外面的人可能 我也想 一般的人可能觉得 这个是水果 可是我觉得 那种就是很好吃的 那种味道 就是内在味 就是外丑 而内美的水果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为什么 这个也很难买到 有没有机会 让更多人去尝尝这个味道呢 这是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 那如果有机会 看到一种 是自然能把生产的葡萄去念的酒 造出来的结晶 就是左边的这些图案 还有很多 如果紧不上去 然后就没有发 那右边这个是 一般的辣药用化肥 用有机会的葡萄去念的酒 他的结晶 就好像是泥巴一样 是不是 那他们他的观点很美 有没有